二战末期 一季初,美国就研制出名为EBU-1070极数炸弹,并在先投入到实战当中。而实证明,这种炸弹爆炸后相当恐怖。它写来的多枚钢针发射出去,能即刻造成严重的破坏,素有末日炸弹的称号。其能够在战机上后放,爆炸后有不计其数的钢军高速落下,射箭给对方极为可怕的痛击,为以堪比美国当年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。 在2003年,美军对一军的一部兵团,就使用了极数炸弹。美军执行突袭武时,出动了30架战机,每架战机携带5颗DBU-1070。 当战机经过一军阵队上封时,美军预计投下全部的DBU-1070,随着震耳日龙的爆炸声响起,即使多万枚钢针从天而降,犹如下了一场钢针雨。 一万名一军在短短两小时内瞬间毙命。由于极数炸弹强悍的破坏力,使得一军上下顿是痛苦不堪,振振哀号。而美军此次残忍行为,遭到了外界强烈指责。 国际舆计分线表示,美军的暴力,简直毫无忍证。于是在2008年,联合国硬规定各国获得是极数炸弹,一百多个国家陆续在国约上签字。 可是拥有极数炸弹的中国,美国、俄罗斯这三个国家,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,并在国约上签字。 极数炸弹虽然没有好弹那么后害无穷,可是它携带的众多钢针,顿时能让人痛苦欲生,其造成的后果仪是惨不忍睹。而我国之所以不签署,答很简答。 因为中国一切的武器装备都讲究自保,总不会主动伤害大国,所以我国签与否也就没太大差别了。